又来了台东一名75年次的陈小姐 遇上了网路诈骗集团 以美国华裔资源 联合国派驻伊拉克的维和部的军官 要寄包裹给女子并且协助汇款 而陈姓女子因为要上班 而请母亲前往银行带回汇款 索性远景积景 接同宝七大队的远景一起拦阻了诈骗 成功地保住陈姓女子的血汗钱 都快忍不住笑了出来 但还是极力劝阻该名女子将钱汇给诈骗集团 日前一名妇女拿着一张满满都是英文的汇款纸条 到台湾银行准备进行汇款 引起了行员的注意 并通报派驻的宝七远景前来进行关切 经了解该名妇女是代替女儿来汇款 因为女儿被自称是联合国驻伊拉克的维和部队军官 要寄东西给她 但物品却被扣留在泰国海关 请求女子汇管协助将包裹领出 女儿因为要上班的关系 拜托妈妈到银行帮忙汇款 妈妈也质疑这个军官是真的吗 但是女儿坚信这个绝对是真的 只要把钱汇过去 就可以收到军官从伊拉克寄给她的包裹 妈妈半信半疑跑来银行汇款 因为手上拿着一张满满都是英文的字条 引起行员的注意 我们透过妈妈的LINE 不断向女儿说明 这个是很典型的 假维和部队军官诈骗手法 千万别上当 女儿才明白了解 这是一场网路交友的诈骗 妈妈在银行里 十分感谢我们与台银行员的协助帮忙 你不要听 你一定要听啊 你女儿嘛对不对 你女儿怎么跟你讲的 他就说 那个人有寄那个包裹给他啊 我说你不要骗他 你有这样跟你女儿讲 有 他还是不相信你哦 对这个 连该名女子的妈妈都曾劝阻女儿不要上当 索性最后陈小姐在保七远景 及妈妈的劝阻之下 并没有将钱汇汇出去 成功守住了这笔血汗钱 记者陈继琳台东市报导